台湾目前已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 三高在我们日常生活非常的常见 高血压、高血脂跟高血糖 那尤其糖尿病容易造成我们白内脏病发症提高 初期的患者他并没有症状 所以很容易错失黄金的治疗时期 那在严重的白内脏 他可能会造成青光眼、葡萄膜发炎 这些对我们视力影响非常的大 那所以在日常生活如果觉得视力不够用 还是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 就是白内脏手术最好的时机 目前为止白内脏手术并人工水晶体植入 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